大家好 這裡是咪咪與咪媽 今天要講的故事是 阿戴爾與西蒙 巴黎放學季 阿戴爾與西蒙 巴黎放學季 阿戴爾到學校來接弟弟西蒙 西蒙正在門口等著 他身上有帽子 手套 圍巾 毛衣 還有外套 背包 書本 蠟筆 以及一幅早上畫的貓咪圖畫 西蒙 拜託你今天 別再弄丟任何東西了 阿戴爾說 西蒙說 嗯 我會盡量做到 他們在轉角處 挺下腳步 跟雜貨店的餅乾太太聊天 他給了他們一人一個蘋果 過了一會兒 西蒙用力拉了拉阿戴爾的袖子 我的圖畫到哪兒去了呢 他問 他們到處找 找了又找 但是沒有找到 於是他們離開時 沒帶著圖畫 往附近的公園走去 阿戴爾在公園長椅上擺好 擺放好 放學點心 但是西蒙不見了 圓釘石頭先生幫忙一起找 他在那兒 在一棵樹上 你快點下來啊 阿戴爾責備著 西蒙從樹上爬下來時 身上有帽子 手套 圍巾 毛衣 還有外套 背包 蠟筆 但是沒有貓咪圖畫 嗯 他的書本到哪裡去了呢 西蒙甚至沒有發現他們不見了 待會兒我們去看恐龍吧 他說 沒多久 他們快樂的漫步在自然歷史博物館裡的化石和恐龍之間 並且跟他們的朋友 博物館的首位 牙齒先生打招呼 西蒙身上有帽子 手套 毛衣蠟筆 外套和背包 但是沒有貓咪圖畫 嗯 他的圍巾到哪去了呢 西蒙 你怎麼會一直弄丟東西呢 阿戴爾問 西蒙聰聰聰聰間 搖了搖頭 他真的不知道 阿戴爾和西蒙 西蒙離開了博物館 這天天氣非常晴朗 到戶外走走 感覺很棒 阿戴爾 西蒙說 你有看到我的手套嗎 哦 西蒙 西蒙 你又來了 阿戴爾說 他們到處找 但是沒有找到 但是西蒙一點也不擔心 也許是他還有一隻手套 不需要用到兩隻 他們停下腳步 觀想一出木偶戲 阿戴爾的幾個朋友也在那裡 女孩們聊個不停 直到西蒙打斷他們的對話 阿戴爾 我弄丟另一隻手套了 所有人都來幫忙找 在長椅底下 和矮樹從後面到處找 但是沒有找到 西蒙 我們花了一整天在找你的東西 別再弄丟任何東西了 阿戴爾責備著 但是西蒙沒聽到 他已經被街上的聲音吸引住 自顧自地往前走了 號角聲響起 鼓聲大作是遊行隊伍 他們的朋友保羅 就在隊伍的正前方 阿戴爾和西蒙走到他身旁 跟著他往前走 一起走到藝術博物館 西蒙 阿戴爾說 你的帽子到哪兒去了呢 看媽媽到時怎麼說 啊 別擔心 西蒙說 我還有毛衣 外套 背包 和蠟筆阿 阿戴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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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到他最喜歡的名畫展覽室 拿出紙和蠟筆 開始畫畫 人們很有禮貌地停下腳步 圍在他身旁 學校的美術老師 吉爾太太也在那裡 西蒙得意地把圖畫拿給他看 你應該要寫上名字 吉爾太太說 但是西蒙找不到他的蠟筆 所有人都來幫忙找 但是一支蠟筆也沒有找到 西蒙在阿戴爾開口責備之前 抱住他 可以走了嗎 他問 我餓了 這支是蠟筆嗎 這支是蠟筆嗎 這支 這支 他蠟筆有幾支啊 這支是嗎 這支 所以他蠟筆應該有四支 喔西蒙 阿戴爾叹了一口氣 拜託你別再弄丟東西了 我已經收購這一路上 一直在找帽子 手套蠟筆 書本 但是西蒙正忙着吃闪电泡芙和巧克力 所以没听到 到了要离开的时候 他已经完全不记得他的背包放到哪去了 我确定他会在某个地方出现的 店员糖果先生这么说 这么大也可以丢掉 他们离开甜点铺 往回家的路上前进 哦 西蒙你看有特技表演耶 阿代儿说 小丑杂耍 吞剑者吞剑 还有大力士在举重呢 孩子们都来加入了这场有趣的表演 西蒙的朋友雷欧也在那里 他们一起倒立翻跟斗 直到上气不接下气为止 但是西蒙你的外套到哪去了呢 阿代儿问 所有人都在帮忙找 但是没找到 西蒙穿什么外套 蓝色的外套 在这个狗身上吗 阿代儿正要开口责备西蒙 但是西蒙不见了 有才先生安卓 帮忙一起找 他们终于找到西蒙 但是他身上没穿着毛衣 因为我太热了 西蒙解释 阿代儿叹了一口气 唉 已经很晚了 走吧 西蒙是穿 红色的毛衣 所以是这件 红色的毛衣 所以是这件 厌倦一直在找西蒙弄丢的东西 厌倦一直在找西蒙 妈妈正在等他们 西蒙 妈妈说 你的帽子 手套 围巾 毛衣 还有外套 背包 书本和蜡饼呢 还有他在学校画的猫咪图画 阿代儿补充 就在这时 敲门声响起 门口有西蒙的东西 那天晚上 阿代儿和西蒙上床后 西蒙困倦的问 明天要上课吗 要啊 阿代儿说 你会再来学校接我吗 西蒙问 会啊 阿代儿叹了一口气 就在阿代儿要继续讲下去的时候 西蒙已经睡着了 今天的故事 阿代儿与西蒙巴黎放学季 就说到这里了 希望大家会喜欢 并且 你们有找到西蒙钓的那些东西在哪里吗 拜拜